我们现在带着我们这个香酥鸡的烧饼 去买一个八婆烧仙草 他们家真的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吃了 而且他们家是属于那种且吃且珍惜 因为店主是一个老爷爷跟老奶奶 他们现在年纪也挺大的 所以可能再过几年就吃不到了 看就是这家八婆烧仙草 我给你们看一眼他们后面的墙上常都是顾客贴的那种便利贴纸 今天我们现在带着烧仙草跟烧饼 然后就在附近随便找一下店坐着把它给吃了 我先点一份双煎 哇 给你们看一眼这一个烧饼大蛮罐 你们的料也太足了 它里面加了泡菜 然后加了臭豆腐 加了鸡柳 还加了一个热狗 它这个饼皮好脆 还是带点韧性的那种 你们看一眼这个饼都已经浸透了这个酱汁 哇 太满足了 最后一口 然后接下来来喝这个 这是一个烧仙草奶茶 给你们看一眼它里面有花生 然后底下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它的口感巨好 然后还有这种红红红豆 哇 底下有超多的仙草 这奶茶好好喝 有没有饱子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呀 它的口感有一点点像珍珠 但是会比珍珠更糯 然后比芋圆要更Q弹 这个奶茶就是我们小时候童年的时候喝的奶茶 哇 看到没有 这个汁水一天啊 好多汤汁 哇 它这个生煎的底好脆啊 这是虾仁猪心的 看来有点冰牙 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其实这波节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只不过是因为视频时常有限 今天这条视频就无法给大家传播分享出来 那我之后呢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 就是哨声这些好吃的美食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播到这了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见拜拜